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學會狼嚎 聽我教一次 那如果你要學會狼嚎的話 你要學會你用腹腔的發音方式 因為狼嚎它的穿透力很強 就是聲音可以傳播的很遠 因為狼在野生環境下 如果要跟同伴聯絡 他需要在很空曠的草原 把聲音傳得很遠給同伴知道 所以我們先學會腹部的發力方式 一般人一開始都是由胸腔為呼吸方式 那如果你要學會唱歌呢 或是學會一些比較大聲的方法 你需要學會腹腔 像你看我現在講話 是稍微比較震動在喉嚨 那我把聲音再往 震動方式再往下調 我現在講話 就會非常的洪亮 有聽到嗎? 就是這樣 那這個發音方式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像有一些南高音 他也是利用這種發音方式 聽我講一次 聽我講一次 就是類似這種方式 那最主要就是 你要學會用腹部呼吸 然後再之後 你用腹部的力量下去發音 然後如果你沒有用腹部發音的方式 你學起來就會像狗叫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你已經學會腹部發音的話 你就很容易叫出 我剛才叫的那個 一開始叫的那個 洪亮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開始教你如何 叫這個狼嚎的聲音 這種很簡單 噢噢噢噢的音 然後噢噢噢 然後再用喉嚨吹氣出來 噢噢噢 那你學會這個基本方式之後呢 然後就有斷氣聲 就是說你要大概叫三次 然後其中要有三個斷氣 然後最後一個是長拉 所以你要吸足夠量的氣 你才有辦法一次把它叫完 然後聽我再叫一次 好,應該是蠻簡單的 因為對我的教學影片來說 前面的其實都還蠻難的啦 我只是開開玩笑說很簡單 那希望這個大家應該學會 好,謝謝大家